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这次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卡玛拉、哈里斯选择名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她的竞选搭档 这一决定在中西部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并且民主党希望借此修复党内分歧 哈里斯与沃尔兹的首次联合竞选之行从威斯康辛州开始 随后以施密歇根州旨在巩固年轻、多元化和劳工友好的选民支持 然而,拜登退出竞选后,哈里斯正式成为民主党提名人 引发了阿拉伯裔美国社区和主要工会的领导人对他的支持 沃尔兹的加入平息了部分紧张局势 特别是对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的担忧 民主党内部的团结感逐渐增强 但仍面临一些挑战与分歧 同时,哈里斯与沃尔兹的竞选活动 也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公开抨击特朗普及其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沃尔兹在费城的集会中猛烈批评了特朗普的政策和行为 并表达了与万斯辩论的意愿 从哈里斯宣布参选到选择沃尔兹的16天过程中 这一决策过程展示了他在面对压力时的决策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拙劣的夏日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踏上了他们首次共同的竞选之旅 这一天他们将在中西部多个州穿梭 试图巩固民主党选民的支持 这些选民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帮助桥 拜登赢得了白宫 而现在距离大选不到三个月 他们的支持再次变得至关重要 这次行程从威斯康星州开始 然后转移到密歇根州 在这个政治分裂的地区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目标是重新激发年轻 多元化、劳工友好的选民的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联盟在夏季显示出裂痕 特别是围绕着拜登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处理方式 这在密歇根州引起了波动 然而 随着拜登退出竞选 哈里斯正式成为民主党的提名人 这给阿拉伯裔美国社区和主要工会的领导人带来了希望 他们对沃尔兹的选择表示认可 迪尔伯恩市市长阿卜杜拉、哈姆德指出 这表明党认识到他们需要重建一个联盟 选择沃尔兹是一个善意的信号 与此同时 在威斯康星州寻求第三个任期的民主党参议员塔米 鲍德温也表示他很高兴看到另一位中西部人在票上 然而 共和党的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也不甘示弱 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们同样选择了在中西部各州展开竞选 这场角力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上演 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些州在大选中的重要性 在密歇根州 哈里斯的参选激发了新一轮的民主党热情 这在底特律尤为明显 这座城市的近80%人口未黑人 底特律NWACP分会主席温德尔·安东尼·牧师表示 现在城市的兴奋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他将其比作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时 选民排长队帮助选出国家守卫黑人总统的情景 然而这样的热情也伴随着担忧 一些民主党领导人担心 选择错误的竞选搭档可能会减缓这一势头 并分裂一个刚刚开始统一的联盟 阿拉伯裔美国领导人在密歇根州尤其有影响力 他们对另一位潜在副总统候选人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的强烈反对 成为了哈里斯团队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阿拉伯裔美国领导人特别指出 夏皮罗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评论 认为这些评论不公平 此外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选择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 根据《多伦多新报》的一篇特稿 从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到哈里斯选择沃尔兹 这中间仅仅过了16天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在这段时间内 经历了一场疯狂的甄选过程 最终选定了沃尔兹 这不仅展示了哈里斯在压力下 快速做出决策的能力 也为他的白宫之路提供了一个预演 在这段时间内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由前美国司法部长 埃里克、霍尔德和前白宫法律顾问达纳、 雷姆斯领导 对9位潜在竞选搭档进行了彻底的审查 最初的名单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库珀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等 而沃尔兹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 沃尔兹的选择并非偶然 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政策和他的个人背景 包括他在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服务、公共学校教师和高中橄榄球教练的经历 无不展示了他与哈里斯价值观的一致性 尤其是沃尔兹在一次MSNBC节目中对特朗普和万斯的评论 他用一个词奇怪来形容他们 这一简单而直接的评论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并引起了哈里斯团队的注意 在确定沃尔兹为最终选择后 哈里斯迅速进行了电话通知 据悉 他最初的电话被沃尔兹忽略 因为这是一个受限制号码 但当他再次拨打时 沃尔兹接听了电话 两人进行了一场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对话 让我们一起干吧 哈里斯说道 这一选择得到了党内多方的支持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主席肖恩 飞恩在公开声明中称赞沃尔兹是聪明且敏锐的人 并表示他将成为伟大的副总统 宾系法尼亚州州长乔什 夏皮罗虽然没有成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但也在公开场合对哈里斯 沃尔兹的竞选票表示支持 在费城的一次大型集会上 沃尔兹首次以哈里斯的竞选搭档身份亮相 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特朗普和万斯 他说 这些话语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为哈里斯、沃尔兹的竞选票注入了新的力量 随着哈里斯正式获得民主党提名 这场竞选将进一步升温 在未来的三个月里 哈里斯和沃尔兹将共同努力 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最终目标是在11月的大选中 击败特朗普和万斯 赢得白宫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一决定在中西部州 引发了广泛的兴奋 并为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竞选策略 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选择显示出 民主党有意修复内部分歧 尤其是在处理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等敏感议题上 力求巩固其广泛的选民联盟 哈里斯接替拜登 成为民主党提名人后 阿拉伯裔美国社区和主要工会的领导人 对沃尔兹的加入感到鼓舞 沃尔兹被视为一个 能够缓解紧张局势的人选 特别是在一些领导人 对前候选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夏皮罗的担忧上 这些担忧 主要集中在夏皮罗对以色列的强硬支持立场 这一选择 也被视为对哈里斯 听取了社区领袖意见的证明 选择沃尔兹的决定 在密歇根州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底特律的领导人指出 自哈里斯宣布参选以来 选民的热情显著增长 这对于一个黑人居多的城市来说 尤为重要 然而 密歇根州的一些民主党领导人担心 如果选择错误的竞选搭档 可能会分裂刚刚开始统一的联盟 特别是在阿拉伯裔美国选民中 迪尔伯恩市市长阿卜杜拉·哈姆德表示 选择沃尔兹是 另一个善意的信号 沃尔兹在费城的首次竞选活动中 对唐纳德、特朗普 及其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斯 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强调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和法律的破坏 并指出在特朗普任期内 暴力犯罪率上升 他还批评万斯对辩论的犹豫 并表示自己 迫不及待地想与那个人辩论 选择沃尔兹的过程 在16天内迅速完成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表 哈里斯的团队 在短时间内评估了多位候选人 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夏皮罗 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凯利 然而最终选择了沃尔兹 这一决策反映了哈里斯对沃尔兹 在政策和个人合作上的信任 全国最大的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对哈里斯选择沃尔兹表示支持 该工会主席肖恩 费恩称沃尔兹是 聪明的人、敏锐的人 并强调沃尔兹一直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这一选择得到了 其他民主党领导人的一致赞赏 包括密歇根州众议员 戴比、丁格尔 他表示沃尔兹将成为哈里斯的 真正的伙伴 总的来说 选择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 是哈里斯团队在面临时间压力下 做出的关键决策 旨在巩固中西部州的选民支持 并修复党内分歧 以确保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取得胜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作为搭档 实际上是一个在明智不过的决定 你看看沃尔兹在农场长大 还有军事背景 这不仅让他能够体现出典型的美国价值观 还让他具备了领导力和坚韧的特质 哈里斯需要一个能够稳定中西部选票的副手 沃尔兹刚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而且沃尔兹的幽默感和奇怪这个词 简直是对特朗普的完美反击 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吗 楚天书 谁说沃尔兹是个好选择 这就是个草草了事的选择 因为哈里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他只是想找到一个能在中西部州拉票的白人男性罢了 你说他有农场背景 没错 但这和能不能治理国家有什么关系 而且说他幽默感十足 这是政治选举 不是喜剧节目 哈里斯只是想用一个正常的人来掩盖他自己在政策上的不足 这不过是个烟雾谈罢了 谢琪琪 我真的笑了 你知道沃尔兹的背景和金利财是让他成为理想副总统的关键吗 他作为州长期间 成功地推动了多项政策 包括教育改革和医疗保健 这些成就让他在中西部地区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而且哈里斯选择他也表明他能够听取和尊重不同意见 这种包容性正是当前美国所需要的 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吗 楚天书别自欺欺人了 沃尔兹的政策成就 你应该看看他的反对者怎么说 他在教育改革上的成绩被批评为纸上谈兵 医疗保健改进也被指控是掩耳盗铃 你说哈里斯能听取不同意见 这只是在掩饰他无法做出有效决策的无能 他选择沃尔兹只是因为这样的选择看起来安全 而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出色的能力 谢琪琪 你这样说就太过分了 事实数据不会说谎 沃尔兹在他的州内获得了高达60%的支持率 这可不是掩耳盗铃能达到的结果 而且他在应对COVID-19疫情方面的表现 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这些都是他执政能力的体现 哈里斯选择他正是基于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 你要是觉得这样的选择是安全 那么我只能说 这种安全正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稳定和可靠 楚天书说到COVID-19 他的应对措施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当他面对疫情出奇的混乱时 这种高达60%的支持率 也只能说明他会玩政治而不是治理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 只是在找一个能够减轻压力的副手 这样他自己可以少犯点错误 这不是智慧 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逃避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段落一 哈里斯与沃尔兹推出竞选搭档 民主党期望 修补分歧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的联手无疑是把民主党的焦点 引向了中西部这个决定性选区 这个地区在2020年帮助拜登获胜 如今再次成为焦点 然而民主党内部的裂痕显现 特别是在密歇根州 阿拉伯裔美国社区对拜登处理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的方式不满 哈里斯接替拜登后 选择沃尔兹作为搭档 这一决定无疑是释放了听取党内不同声音的信号 沃尔兹的加入缓解了部分紧张局势 展示了哈里斯对多元化选民的重视 最终这一联盟能否在大选中取得成功 将取决于是否能够迷合党内分歧 动员中西部选民 段落二 沃尔费城集会猛烈抨击特朗普 在费城的首次联合竞选活动中 沃尔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前总统特朗普 指责他只关心自己而非服务国家 沃尔兹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特朗普任内的混乱和分裂 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应对和经济下滑问题 沃尔兹的演讲不仅是对政治对手的批评 更是对自己背景和成就的介绍 他强调了自己的农村背景 军事服务以及在国会的经历 试图建立与选民的联系 与此同时哈里斯也为他的竞选搭档辩护 称赞沃兹的成就 并表示沃兹是能够帮助建立更光明未来的伙伴 这次集会展示了哈里斯 沃兹团队在面对共和党对手时的攻击策略 也为未来的辩论奠定了基调 段落三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的过程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的过程 可谓是一场风暴式的选择 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立即开始了副总统人选的选拔工作 这个过程涉及到对多位候选人的深入研究和面试 最终锁定了沃尔兹 沃尔兹并非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热门人选 但他在某次电视节目上的一句话 这些人真是奇怪获得了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 让他获得了更多关注 沃尔兹的背景和政策立场最终赢得了哈里斯的信任 而哈里斯也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支持他并一起合作的伙伴 这个选择过程展示了哈里斯在压力下快速做出决策的能力 也为他的竞选团队增添了信心 段落四 对选择沃尔兹的影响和未来挑战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无疑给他的竞选团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挑战依然存在 密歇根州和其他中西部州的选民对于选择沃尔兹的反应热烈 特别是在底特律这样的核心选区 然而 阿拉伯裔美国社区和其他工会领导人 对夏皮罗的反对也展示了党内的分歧 哈里斯和沃尔兹需要在未来的竞选中不断努力 巩固这些多元化选民的支持 沃尔兹的加入是否能最终帮助哈里斯迎战特朗普和万斯 还需要时间检验 对于民主党来说 唯一毫无疑问的目标就是在11月5日击败共和党的竞选票 让哈里斯顺利入主白宫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